最近刷视频经常刷造一款香蕉饼 看起来很不错 今天我也来复刻一下 准备几根香蕉把它剥去皮 剥好了就把香蕉给它捣碎 香蕉我们尽量选择熟一点 它会更香甜 捣碎了之后它是一个比较稀的状态 我们是不需要加水的 接着我们来加一些熟芝麻 还有一勺糯米粉 先给它拌匀 接着再加入一勺糯米粉 这个糯米粉它没有固定的比例的 我们要看这个稀稠度来增减 有些香蕉它比较干 有些香蕉比较湿 我一共是加了四勺糯米粉 大概是200克的样子 最后你嚼起来是很有阻力的 是这样的状态 接着我们来准备一个平底锅 喷上油 调好的糊糊给它倒一半进来 再把饼给它摊开 全程用中小火 煎的时候你一定要慢慢煎 很有耐心的去煎 看是很简单 其实很容易失败的 我刚试了一下 煎这个饼你一定要用不粘锅 用其他锅会粘得一塌糊涂 煎到它可以在锅里面滑动 就可以翻面 这一面就差不多了 看我们这个饼它也会鼓泡泡的 现在已经熟了 把表皮煎到焦香就可以关火 好了煎成这样子 表面金黄金黄了就可以出锅了 先给大家听一下声音 是不是很酥脆 把它切小块 这款香蕉糯米饼呢 它吃起来表皮是酥酥的 里面糯糯的特别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